《创世记》一章一节 起初神创造阿勒陀佛天 神创造阿勒陀佛地 自创世以来 神以阿勒陀佛著母方式创造了地 在世界各地进行旁大建设和城市规划 铺设于是阿勒陀佛辛苦的共同信息 其中法国的建立和规划 经历了千百年历史的演进 在法国的历史、政治和军事上 神都悉心铺设了众多共同信息 成为历史结束Path的预言 如早前主日信息所提及 法国在代表时间族的 巴黎香借礼射大道上 建造了三个海船门 于是辛苦拥有所罗门级数的智慧 解开三个海船门与三个Cubes的谜题 就是2D的平面正方形 3D的三维正立方体 与4D四维超立方体 Cube within Cube 摩西设计的智慎锁 长、阔、高都是10爪 总共1000爪 形成一个3D三维立方体Cube 但是当进到4D四维超立方体 就包含了8个3D立方体 形成一个3D立体的十字架 而8个3D立方体 即是8乘以1000立方爪 然而神次所罗门智慧而建造的圣殿智慧锁 其尺寸就是长、阔、高都是20爪 总体积正正就是8000爪 是8乘以1000立方爪 与4D四维超立方体的总体积完全一样 这个就是辛苦得着所罗门黄级数的智慧 才能揭示和发现圣殿的智慧锁 4D四维超立方体与立体十字架的启示 除此之外 过往主日讯息曾解释过 一个正立方体有6个表面 因此三个海船门就是666 因为三个海船门的距离 是一个比另一个远一倍 在地图上形成了三个正方形 因此如果第一个代表6 第二个就是60 第三个就是600 加起来就是666 至于坐落在代表时间组 巴黎香借丽舍大道上 三个海船门的建造年份分别是 第一座最小的海船门 卡鲁索海船门 位于香借丽舍大道东面的起点协和广场 协和广场由Anne-Charles Gabriel 于1755年设计 两年后1757年开始建造 是一个被护城河环绕的八角形 耸立着方尖碑 并有喷船和大量雕塑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 路易十五的雕像被推倒 广场也改名为革命广场 革命军政府随后在这里设置了断头台 于1793年1月21日 处决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皇后玛丽安托雅内特 及伊丽莎白夫人等超过1300人 直至1830年 这里才正式命名为协和广场 协和广场东面的建筑包括 建于1564年的杜洛礼花园 建于1633至1639年间的皇家宫殿 及此建于190年 由法王菲力二世下令修建 最初用作监狱及防御性城堡的 罗浮宫博物馆 还有于1989年 由华裔美籍设计师贝伦敏 设计建成的透明玻璃金字塔 至于我们所提及这座最小的卡鲁索海船门 则建于1806至1808年 第二座海船门 从协和广场出发 沿着香借丽舍大道往西走 就到达第二座海船门 著名的法国巴黎红斯海船门 兴建于拿破仑时代 为了纪念1805年 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俄奥联军 令法国国威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 因此就在著名的香借丽舍大道 升营的大高乐广场中央 建造了这座红斯海船门 第三座海船门 直走到这条历史时间轴 香借丽舍大道的西边末端 就是巴黎城外的拉德邦斯商业区 这里面就是第三座 也是最大一座 建于1989年的新海船门 法国巴黎的命名 其街道规划 以及巴黎铁塔等地标性建筑物 即使横跨超过1,500多年 仍然与时并进 按照玫瑰园计划及百里行之星 这些一致性共同信息规划而成 成为末后阿勒塔夫辛苦解谜的谜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